大家好,我是老柯 大家好,我是小仙 今天我们来讲太阳风 太阳风和太阳风暴是一回事吗? 是一回事 只是就说风和风暴是一个意思 恍然大呼 就比较厉害的风 对对对对 讲太阳风就要从1859年开始讲起 因为1859年是人类历史第一次认识到太阳风这个 东西 1859年9月2号的时候 人类在历史上就是经历的 人类有记载以来最奇怪的一天 那一天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一开始人们发现指南针 他不指南了 他指哪去了? 就是看指南针你会觉得所有方向都是男 他就像什么林振英的那个电影 罗盘见到古役 不停在那种旋转 一开始就觉得指南针不指南了 到处都在转到处都是男 然后紧接着就是另一件事 912号凌晨突然之间天空被夜空不是天空 夜空被照的和白昼一样亮 以至于什么情况呢? 以至于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工人以为天亮了我要上工了 结果一看表 没有那会还没有那么多人有表 那个还是比较奢侈的 然后他们起床 吃完早饭出门以后发现天空中没有太阳 天空中有一轮暗淡的月亮 照亮整个天空是一个发光的像微慢一样的东西 这句话是他们自己说的 相当于说就像很多发光的物质飘浮在空中的那种感觉 对就像那个沙川飘在空中发光 而且光特别亮把整个夜空都照亮了 另一群人就看到了这个神迹的另一种表现 当时1859年的时候人类已经有了最原始 也不是最原始 应该是最早的电力系统 电报系统 电报员就发现了另一个神迹 他们一接进电报机就觉得出电 就有出电的感觉 然后他们发现电报机的通信线就是电报线 开始不停的燃烧 有的电报线挂在外面 用电线杆撑着 有的电线杆直接就烧成一个活 有的电报员就觉得 这怎么生情况 我不能接进电报机我要工作 然后觉得漏电了 可能是漏电 就直接把电报机和电源的线切断 但是电报机还能继续运作 就还是有电 还是有电 还是会触电 这种情况一直持有七八个小时时间 才结束 这种事情很明显 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有的人说这是世界末日的前兆 有的人觉得就是耶稣基督再次见世的前兆 说啥子都有 反正没有找到科学依据之权 什么都有可能 这件事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林顿事件 卡林顿其实是英国的一个业余天文学家 为啥拿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在1859年8月30号的时候 他在观察太阳 他发现当时太阳中心的太阳黑子 中间有变特别耀眼的光亮 这个光亮差不多持续了5分钟时间 8月30号 对8月30号 这个光亮但是他不知道是啥 其实这个光亮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太阳药斑 然后到9月2号出现了这一系列的这种怪异现象以后 他觉得是不是太阳的那个药斑 那个亮斑 亮斑和这个东西有关系 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出版出来 根据后面这些后来的天文学研究发现 其实9月2号的一系列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那些神迹都是这药斑的结果 他怎么证明的了呢 后面就研究发现 其实这个太阳药斑出现药斑的同时 还伴随着一种现象 叫做日面抛射 抛射就会抛射出数百亿吨 带电的 带磁力的粒子和电磁流 在那一天啊 这个太阳药斑抛射出的电磁流 那些什么高能射线 正好对着地球 卡林顿事件 距今已经162年了 根据推算 不是根据推算 是就是卡林顿事件 那次太阳风是人类有历史以来 有记载以来 到今天为止都是最强最大的一次 再没有那么大多 其实太阳是每时每刻 都在不停地想外翻 辐射的各种东西 光啊带电粒子带电离子 带电那些什么电子流什么 都有 只不过说啊 普通的这种 太阳你才乱七八糟 全家都乱七八糟的 我不往外辐射 我只有红外间 只不过平常它辐射的东西比较小 所以对地球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但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激光就是最明显的 但是太阳其实每时每刻 也都在不停地在往外面抛射东西 就是日面也在不停地往外抛射 只不过说是这些抛射往往的都是四面八竿的抛射 不会很少有机会会正对地球 但是1859年那次就是极端情况 特别就是集中抛射到地球这个方向 对不仅是抛射的量大 那一次据研究是可能几百亿吨 这种带电粒子 而且很郑重地球 主要是这一点 其实有个很郑重地球 主要是大和郑重地球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 所以1859年就形成了那么样的一个奇景 反正在我们友人之前是绝对不会看到 也绝对不会希望看到的东西 这种带电粒子到地球周围的时候 就会和地球磁产的作用 首先它会激发地球的大气中的一些离子 产生电离效应 这种电离效应就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机关 只不过平常的时候那个离子流比较小 大部分的那种电离效应都发生在两极地区 1859年那次因为太强了 根本来不及到两极地区 两极地区就直接就打在地球上 相当于是全球性的意思的极光 对全球性的极光 连赤道都能看到这个极光 见了鬼了 其实打一有极光的话其实很好 很漂亮对不对 但是另一件事情就特别危险了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电爆的那种反应 对电爆基本上瘫痪了 对而且它会冒火光 然后还燃烧这个就很危险 燃烧的原因是因为电流太强了 对就把外皮给弄弄掉 为啥会有电流 为啥会那个电爆机切断电源 它还是能继承到电力 因为它从空气中得到电力 太阳这个离子流会 同时会作用于地球的磁产 使地球磁产产生压缩和振动 这种振动呢 就会导致地面上的这些导体 产生电流 其实这种现象呢 从空气中汲取电流啊 一直是人类科学家的一个梦想 太阳说来给你们感受一下 对 你就是科学家的梦想 就是从空气中直接把电流 就无限输电了 这就是相当于是吧 是我们那个电流学之父 特斯拉 特斯拉的梦想 对特斯拉要 特斯拉都快成功了 反正最后它失败了 但太阳成功了 就怪艾迪生 是吧 反正太阳成功了 太阳一直都很成功 是吧 反正太阳成功了 但是其实仔细想想啊 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 非常非常可怕的 嗯 从1859年到现在 已经是160多年的时间了 嗯 对吧 在16 162年应该是 对 162年的时间了 这162年的时间 人类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 嗯 首先一点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最大的用电系统 已经不是电报网络了 对 当时电报网络出故障了 全球都失去通信了 嗯 对当时的社会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那时候1859年 电报网络不过刚刚出现 10年左右而已 嗯 所以影响很少了 嗯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遭遇一次 像卡林顿世界那么大的太阳风的话 嗯 嘿嘿 那我觉得是灾难性的 可能最最坏的情况 他宣告了人类现代社会的终结 这162年里面有好几次 好几次 最大的一次就有最大的一次是18 最大的一次是1989年 这个事情啊 嗯 导致了北美加拿大 嗯 导致了整个北美地区啊 600万人停电 整个北美的电力系统几乎是中断 然后最缠的一个就是修网络 最缠的一个一个输电系统 花了几个月时间 才修复 才修复 对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这种供电的这种网络 还不是特别发达 很多地方还没有电 所以我们没有感觉 不是 那次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太阳风 那次太阳风刚刚到地球的时候 是北美朝向太阳 哦 这样的 对 北美朝向太阳 所以 不是全球性的 也可以说是全球性的 但是 也可以说是全球性的 但是 是造成了28颗卫星 卫星不同程度受损 两颗卫星完全损坏 哦 嗯 就是 还好那个时候没有空间站 宇宙空间 有了 有了 他们受到 有了 威胁了吗 他们的威胁比较小 比较小 他们的危险比较小 但是肯定也是受到危险了 嗯 就你刚才提到的很好 就是太阳风到地球 如果是卡林顿级别的太阳风到地球 那么空间站肯定不是说受到危险了 就没有了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那个就是生命维持系统 可能会出问题 都不说这些 即使那些航天员们活下来 成功的返回了地球 他们也要一辈子 就像被在切尔诺贝利受过辐射 那种效果一样 带电粒子进入了身体 穿过了身体 对整个的穿过身体 而且是高能的太阳的粒子流 它的密度可能比切尔诺贝利还要强 那有可能就是跟那个辐射一样 直接击碎了DNA 哎对就很有可能是那样 这非常可怕的 如果还是卡林顿那么强大的太阳风 到达地球的话 那么对空间站 对宇航员它也是毁灭性的 对我们的卫星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是毁灭性的 我们可能首先感觉到的是 GPS用不了了 对吧 美团滴滴 这些依赖GPS的东西都用不了 紧接着我们会感觉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无线通信就没有了 手机没有信号了 WiFi WiFi也没有了 手机也上不了完了 然后就是互联网没有了 网络就没有了 电脑也上不了完了 最后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就是 没有电 对 电力系统会今天的电力系统 我们现在的电力系统 我们现在的出电系统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最最可怕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但凡是用电的系统 但凡是用电的东西 都不存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一些那种数据中心 都不是这些都是大东西 我们连那种电打火机都用不了 那些东西都会被烧毁 你想想看 到那个日子里面是既没有互联网的世界 又没有电的世界 对 每家每户晚上都只能点蜡烛卫生 我们要不要准备几个蜡烛在家里 不用 不用 后面我会捡到 如果那种风来了 我们可以谈平就行了 还是要有点光吧 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为啥 我们谈平就行了 1979年的时候 其实有一场比1989年 还要小的太阳风到达地球 那个时候其实人类已经有电了 1979年 用电设备已经很多了 那一次太阳风都没有造成这种停电的情况 它只造成了人类的通信系统的部分瘫痪 1979年是什么时候 刚好是冷战时期 对吧 美苏两国正在对异 就在这个时候太阳风到达 美苏两国同时联系不上他们的前线部队 也同时联系不上他们的所有军事基地了 他们的所有检测设备都失灵了 这个时候两边都在想什么呢 狗人开始打我 狗人才欺负我 对 他打我了 他是不是放核弹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真的狗 据说 但是美国总统已经把手按在核弹发生地上了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太阳风过去了 他们又联系下了前线部队 又联系下了通信这些东西都恢复了 人类就在这一刻得救了 再晚一点点 很有可能我们今天就是废土世界 对 就核战争了 所以太阳风可能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 最大的毁灭性打击 并不是说是我们用不了电了 我们没有互联网了 很有可能造成这种毁灭性的核大家 就相当于说 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了国家之间的互相猜忌 猜忌 对 就陷入了三体所说的猜忌链 可怕的是什么呢 我们民用设施是没有办法抵击太阳风的 但是军用设施是可以 所以有这么大的危害 太阳风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就是几乎可以说是毁灭人类排行榜里面 绝对靠钱的一种毁灭方式 而且极大概率 概率有多大呢 从1993年开始 人类就已经开始预 就是预防太阳风对人类的危害了 美国国家航天局和欧洲国家航天局 联合制作了一个项目叫做SOHO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装门来盯着太阳 预测太阳风什么时候到达地球 你说的2013年那一次 还有包括前几天 9月28号新闻报道的那一次太阳风 都是由这个系统预测出的 预测什么时候太阳风到达地球 科学家这几年的观察下来 他们推算在未来10年 发生卡林顿级别的太阳风的概率是12% 还是蛮高的 未来50年发生卡林顿级别的太阳风的概率是50% 毁灭把泪了 快点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记者去采访 就是研究太阳风的专家 他有点那种强行要专家给一个解决方案 专家给的解决方案 现阶段可以对付太阳风的方案 就是在太阳风到达那一刻 因为我们已经可以预测 到太阳风到达的那一刻 全球用电设备全部关闭 同时关闭 关了以后才可能预完的了 我突然间想到每年一次的那个地球一小时 就是为这个事在演习 有可能 每年就有一天呼吁大家关闭所有的灯 有可能 有可能 也是吧